跟著大戶走 財富一定有 我是小璇 您先來收看的是大戶羅盤 籌碼動能 籌碼動足先機 動能掌握極限 大家好 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籌碼動能大戶羅盤的盤後 九百四兵 好 我們直接來看大盤今天中場上漲 175點 OTC 一樣持續上漲 上漲3.29點 好 同朋友 這一般應該也沒什麼好講的 我相信其實在昨天大家都應該什麼 都在看那個聯準會的這個會議 對不對 不用看了啦 同朋友 真的不用看了啦 不用再管聯準會說什麼東西了啦 因為市場上就是在漲 市場上要做多嘛 你看那個美股 像我們昨天在看那個美股的時候 美股決定不理它再漲了嘛 那昨天晚上那個聯準會講完 美股又翻紅了 沒人在插咪 沒人在插咪在說什麼啦 反正就是再怎麼講 是這樣子 對不對 對不對 同朋友 他這怎麼講是這樣子嘛 升息一碼嘛 下個月再一碼嘛 5%可能就停了啦 然後呢持續硬派嘛 我不會降息 講歸講啦 沒人信他啦 真的沒人信他啦 後面這個地方再說啦 起碼上半年基本上可能 大家都認為說上半年沒什麼問題啦 最差的狀況在那個跌到126 12600多那段都已經反應完了 現在市場上不管是歐股啦 還是美股啦 還是台股這邊 台股那個台幣 台幣金又大升嘛對不對 所以大升的話代表什麼 你有沒有覺得一件事很奇怪 欸景氣不好 景氣不好台幣大升 那見鬼了 所以呢 所以同朋友現在市場上 你在預期什麼 預期第二季就是落敵 然後後面開始復甦了啦 也就是 你三分年再怎麼爛 多爛又多爛 那個大家都 都疼到肉比肉比了啦 好不好 然後呢第二季 然後二月份 天數又少嘛 一月份過年嘛 二月份天數又少嘛 所以營收不好 本來就很正常嘛 對不對 啊很正常的話 第一季有可能就是 欸可能還是 可能去一下庫存 第二季就落敵了 就像台語電講的一樣 所以呢 所以這個部分 也不用分析了啦 這個你還要分析它什麼 市場上就是在漲 你懂我意思嗎 不用分析在講什麼東西 再怎麼講就是這樣 所以呢 所以 你只需要知道 市場持續在漲 持續在嘎空手都可以的 好不好 今天的上漲加速還是很多 每天都這樣子 每天上漲就要很多 因為現在幹嘛 嘎空跟嘎空手 對不對 我們年前跟大家預告了嘛 你看年前 年前那個時候 哇這樣子 這個這個 怎麼看都覺得它會 架空架空手啊 啊年後呢 年後這個架空架空手的 戲碼持續安安其中 融資有稍微回省 昨天怎麼樣 昨天增加9億 大家朋友 還很少 還真的很少 這個12629 融資多少 1678 對不對 1678到現在為止多少 同學 漲了3000點了呢 去要3000點了呢 漲了快3000點 融資水位到昨天為止 1533 這邊是1678 這邊是15 昨天是1533 1678-1533多少 一百四十幾億嘛 漲了快三天 融資還減一百四十幾億 也就是 賞戶沒有進來啊 大貨已經回來啦 賞戶 賞戶基本上還沒進來啊 好不好 所以呢所以 這個 擱空手的這個戲碼 持續RNG中 好不好 所以呢所以 還是一樣 做多啦 做多啦 年前講到現在 就是做多啦 好不好 那在講股票之前 講股票其實股票也沒什麼好說了 這個地方就持續 就恭喜大家嘛 恭喜大家 好不好 你手中的股票 怎麼樣 每天都在賺錢啊 今天已經 開紅盤到今天第四天了喔 應該沒錯 我開紅盤到今天第四天的 手中股票持續在賺錢 對 年前沒買的 年後買的 也是在賺錢 對不對 所以呢 所以恭喜大家嘛 十股每天獲利的趴數 就是慢慢的往上跳 好不好 一樣啦 看這個新唐啦 昨天掌停板142嘛 對不對 今天哇最高149.5 收147 朋友這個 你有跟單喔 說說真的啦 要你 你會怕你就隨便 賣掉青菜賣啦 一張都探門賣啦 一張最少都賺個兩萬了嘛 隨便你賣 你要賣你就賣嘛 對 這個就已經整個撈起來 撈起來 對這個我們也 有做點解碼啦 收一點錢 對吧 當作發紅包嘛 所以這個 這個不用說了啦 撈起來了嘛 但是朋友 方法 你要有方法 才可以找到下一支嘛 對不對 有方法才可以找到下一支 不是說我每天跟你講新唐 老是噴上去的 我也不敢買 沒有太大意義嘛 我們昨天是說這個 新唐賺10塊的公司嘛 賺10塊的公司 啦啦啦啦啦啦 投信再買 大富士魚網上甚至已經拱到140幾塊了 140幾塊 你要賣就隨便賣啦 請菜你賣啦 一張就燙2萬啊 買10張就燙20萬啊 這個 我們那時候好像有251 狀態嘛對不對 年底的時候 去年年底的時候 聖誕節的時候 好不好 恭喜大家嘛 所以這樣這個部分怎麼樣 又不會拉起來 拉起來昨天說什麼 這個也是賺10塊的公司 賺10塊的公司 股價8多幾塊 對不對 沒錯吧 然後呢一樣也是啊 投信再買嘛 大富士比例 有買往上升嘛 投信再買 衛生日再買 逐點買外操往上升耶 買回家他負的 跟這個怎麼樣 跟那時候的新唐是有點像喔 對不對 是不是流流行行 有點像嘛 有點像的話 今天又拉一根 他今天不是8多幾塊 他今天90幾塊了 投信 繼續買 買買買買買 精美的投信 投票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啊 年前這些外資投信喔 拼命的在買 基本上他就要報過你們對不對 那現在 年後之後 他繼續買 外資投信繼續買 那請問他要幹嘛 他搞第一季作帳了啦 搞不好他整個搞三個年作帳啊 所以那種投信法有在買的喔 漲多可能會震一下 但震一下 可能就震一下修正管理而已 後面搞不好還會漲啊 就像這個一樣啊 對 稍吐一下 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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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差不多這樣啦 所以一樣賺10塊的公司啊 今天已經不是8二級了 今天9二級了啦 所以頭本我在告訴你什麼 不管你什麼時候來找我 我都有股票可以帶你做啦 你懂我也是嗎 不是說什麼 啊那個拉上去 叫你來幫我們拱心堂 不會啦 我會有新的股票啦 好不好 慢慢看啦 反正就是現在已經不是 已經不是8二級了 9二級了啦 然後跟他說的康書 三十五塊二 對 禮拜二說的嘛 三十五塊二嘛 對不對 跟大家講的一個故事喔 他買這個ABB其他 的電源轉換事業嘛 對不對 然後這個買了之後怎麼樣 買了之後EPS 貢獻三塊錢嘛 然後呢加上他本業的 EPS 今年應該就怎麼樣 四塊嘛 四塊股價35塊 請問這個合理嗎 好像不太合理對不對 不太合理的話 對然後再跟大家講說 太子接班 太子接班 二代接班 一般怎麼樣 一般都會想說趕快把成績做出來 成績做出來 什麼看成績 不是看你EPS 是看股價 你股價有動的話 基本上就成績叫出來 對不對 所以呢所以 三十五塊的時候 好 跟大家做示範 隔天怎麼樣 隔天 還有三十五塊一又 還有盤下你可以買喔 對 收盤三六點四五 今天 還是有盤下可以買 收盤三十八塊 三十五塊三八塊 已經三塊價差了 對不對 買一張三千塊 買一張三萬塊 買十張三萬塊 對就賺三萬了 所以呢所以說 年後年後都開高上去 我不知道買什麼 怎麼會不知道買什麼呢 有方法就有獲利能力嘛 你不知道買什麼 我知道啊 我張開雙手 歡迎你 好不好 股票還沒講完 一樣跟大家講的 賺六塊的公司 股價五十幾塊 對不對 他連漲三天了啦 這天有上影線 上影線已經被吃掉了 搞不好明天就是六開頭了 這種賺六塊公司 特斯拉的 這個 不管說你是買來 配股配息 買來純股 還是買來說 那個現在的車電股是主流 基本上不管是 要賺 配息 或者說賺那個價差 基本上是很安全的標的啊 站上十五均線 站上十五均線 登登 對 又跑上來了 現在這種行情喔 真的 股票只要對喔 早漲晚漲而已 漲得快漲得慢而已啦 好不好 這個 等到噴出 再跟你接牌 好不好 然後後面的 一樣 還沒噴出的 還沒漲的啦 你看看這一組啦 這是一個族群啦 你看這個 一樣啊 我們剛剛是不是跟大家提什麼 外資法人 過年前 毛起來買 他要買過年 對不對 他要爆過年 他不怕對不對 他都不怕 我不知道你在怕什麼 我一直跟大家說 就是這個地方做多就對了 對 暴乳過年 對 然後你看一下這個 他買一缸子 買一缸子 現在怎麼樣 現在也還在買 啊我們剛剛說什麼 你過完年之後 去買就是他要做第一劑嘛 啊第一劑 欸 還沒噴出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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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嘛 這一組嘛對不對 頭信在買嘛 到處往上升嘛 這還沒噴出 還在月線這邊噴出 搞不好明天就會噴了 好不好 我希望啦 搞不好明天就會噴了啦 那個不知道 不知道買什麼的喔 歡迎跟上腳步喔 一起上車 好不好 啊我們已經上車了啦 就這麼簡單啦 然後這個生技股 生技今年看這 我認為第一劑啊 可以先看這兩支啊 這一支 下個月三月份 聽說解盲會過 他有心跳解盲啦 聽說的啦 聽說的啦 聽說那個三月份的解盲會過啦 然後呢 解盲過會有什麼 會有授權金嘛 所以呢所以股價開始動了 另外這一支呢 另外這支 老闆現在正在美國 在美國幹嘛 申請藥證 正在申請藥證啦 申請藥證其實 其實股票 都不然有生技股喔 就兩個題材而已啦 生技股沒有在看EPS的啦 就看兩個題材 第一個解盲會不會過啦 第二個藥證會不會拿到啦 對不對 生技股就這兩個 就玩這兩個東西而已嘛 誰在管你什麼 有沒有EPS啊 要我要是有EPS喔 也沒有EPS 沒有EPS 反正就是 那個拿到藥證了 或怎麼樣 就漲啦 合一也是啊 新加坡藥證了 藥證拿到了 又開始增了 基本上都這樣子啦 好不好 就是 生技其實玩的都是什麼 解盲跟藥證啦 這個三月份解盲應該會過啦 好不好 過了會有授權金啦 授權金好像蠻可觀的 你可以留意一下啦 好不好 然後這個是老闆在美國啦 在申請什麼 申請藥證啦 好不好 都還沒大漲啦 還沒大漲啦 你都還有上策的機會 好不好 好我們做個簡單結論 老朋友其實我們講的是一個操作的方法 那操作的方法其實現在是 現在是多頭啦 股票是實際財 老朋友股票是實際財 股票實際財 現在怎麼樣 現在軋空手的這個戲碼齁 持續的在上演中 台幣每天都大聲 代表錢人進來 錢人進來的話 他會往哪裡走 你看外資投信都在買 就知道說錢不是 我不是在什麼賺 他不是在賺會差的 他在幹嘛 他竟然弄股票 對不對 應該沒錯嘛 弄股票的話就是 怎麼做而已嘛 那怎麼做而已 你不知道怎麼做的話 其實我也示範給大家看 對不對 年前不敢買的 年後 年後康書 兩天三塊價差了 三塊幾塊股票 三塊價是10%的 那不是 就想問 安全的股票 後面還有 好不好 好股後面還在後頭 所以呢 所以我再跟大家示範的是操作方法 有操作方法 結果我活年就下一支 好不好 當然 就像我每天那個 標題 下面的那句話 還有 好股 在後頭 喜歡分享的話可以點個訂閱按下小鈴鐺 我們節目更喜歡 第一時間 推播通知你 我今天又可以分享到這邊 籌碼動足 先繼續懂男掌握 這些 祝大家明天超順利 明天見 拜拜 拜拜 謝謝 說明天櫻 讓你站在這裏 喔